早晨 今天台灣正式通過了同性婚姻的合法法 我兩年前拍過一些同性戀和教會之間的影片 開始有人留言 以下這個留言就說 我也有Postcard IG 同性戀本來就是病 聖經當然沒有說不准病 但你們自己搞就好 不要在發揚光大 搞到不反感都變反感 同性戀就是人類的其中一種末日 你們自己搞到楊壽盡了就算 不要去宣揚傳播收養養子 把這些病增值下去 真是好東西 楊壽這個字竟然你也懂 這個是我們中國那些 那些楊壽的東西 我不明白為什麼耶蘭都會放在後面 那這些說話我在教會都聽很多 同性戀系病這件事 我想都是我 我想大了是近十年八年 開始會經常聽到一些教會教徒說的東西 類似他們就會覺得是 以前就會禁止的 整整一下現在就說是病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教徒 而你在教會出了櫃 最多的確是他們都會叫你去治療 去他們一些大兄姐妹的心理輔導 做輔導 去醫治 然後可能去入營營 去做一些動作 例如是 都挺恐怖的 我聽過用牙刷擦地板 令你去受苦 然後去反省 去修行 和困住 在黑房基本上沒有什麼分別 我曾經都因為這些事情 跟教會的人支持過 他們都覺得 我是lesbian 因為他們會覺得 如果你一個直的人 那為什麼你會這麼關心這件事呢 如果陳姐妹你是直的話 那為什麼你這麼緊張 為什麼你不肯說一句 我不支持同性女 其實他們不需要我去說 我反對同性戀 只是你口說一句 我陳兒不支持同性戀 那就可以了 我已經是跟他們同一個立場了 但我真的說不出口 而且他們會用很多原因 去解釋為什麼會有同性戀 例如其中這裡說到的末日 如果我們去選擇去支持他們 會令到這件事更多 基本上 我以前接觸過的人 都會覺得同性戀是會傳染的 大家是會互相傳染的 即是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直的人 你在一些同性戀的圈子裡 去生活 或者是跟他們做朋友 很快你都會變成同性戀 即是他們的邏輯是這樣 那我也聽不少的就是 我曾經去那個查經班 幾年前 那全部都是大人 那他們就在debate一個話題 其實全部人都不支持同性戀 但一邊就是相信會被人影響 一邊就是相信是天生的 或者是被撒旦誘惑 上帝的考驗 那 相信是容易被傳染 以及跟潮流 我看到有很多人同性戀 你被一個機佬走過去 即是抱他 或者碰他 看看有什麼反應 是不是 哪會這麼容易被人影響到 以及如果同性戀可以被影響的話 那我相信你擺一個同性戀者 圍繞著你們這些人 圍繞著你們這些所謂正常 而性戀直的人 那應該會很快變成直 那為什麼他又不會呢 那跟著都是龍門任他們搬 他們又會說 因為他們是病了 或者是撒旦 怎樣怎樣怎樣 總之什麼都移動一些 就說現在是末日 所以變壞是很容易變好 是很難的 好就是來直壞就是來亂 那 這些說話我都聽不少 那有一個男生 我認識了很多年 他現在也有一個醫生 一個耶倫 曾經跟我爭辯 就是說 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香港或者大部分華人的地區 都不會鼓勵 或者甚至不讓 一些Gay或者Less的婚姻 去收養小朋友 基本上如果你現在去保良局 你告訴他們 我們是一個Gay的婚姻 然後我想收養養子 即是收養孤兒 是不可能的 他們不會批給你的 那跟著這個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 當然 如果兩個Gay的爸爸 第一個小朋友會很扭曲 大了很容易變Gay老 女兒的話就會變Less 如果是Less的媽媽 又是會 他們會缺乏父愛 又缺乏什麼 又有個性格很扭曲 瘋 覺得這些很噁心 或者小朋友因為 這個收養的父母 因為是Gay的關係 所以他將來都很容易變到 變在同性戀 基本上 爺爺的思維就是 覺得是這樣 而且他們不會 因為他們自己是直 說得出這些說話的人 他們本身一定是直 所以他們更加會 覺得這件事是變態 噁心 就算一個好的舉動 例如收養小朋友 令到沒有父母的小朋友 他們有個家人 親愛 他們都是會反對的 那我想我有生之年 我覺得我不會看到 香港會有Gay couple 可以收養小朋友 是真的 那我也覺得是 甚至也未必會看到 香港的同性婚姻會合法 因為香港那個 人那個 我覺得已經不可以叫保守了 即是那種 封閉也不是 應該怎麼說 那種 即是 反治的程度 是不會被這件事發生的 我覺得我 真的不會看到 香港會有這樣的一日 譬如現在台灣 通過了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反對反得很厲害 尤其是圍繞在周邊的人 即周邊的國家的人 例如韓國 中國這邊 你也會看到 其實結婚和性戀結婚 這件事 是會引起很多 異性戀籍的人 很大的反感 那說回教會 我以前小時候 回教會的時候 其實 尤其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也不是說 同性戀是病的 那時候簡直是 禁止說這個話題 即是不可以說 到現在 終於 教會都要面對 這件事 就會說這件事是病 總之是龍門任理搬 遲些又不知道會說什麼 因為教會都 他們會說到 愛很多人 你有病 即是同性戀是病 但你試試 如果你真的回教會 你告訴他 我是同性戀 我是 Less 或者是Gay 你看他們會用什麼嘴唸對你 表面上可能 都不會很Harsh的對你 但他們一定會不給小朋友 或者 他們不會跟你交心 甚至不會跟你說的 溝通上都會盡量跟你保持距離 去到後期 他們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喜歡女人 因為那時候我的態度都很硬 引致到一些 教會的人都私底下跟我聊過 即是他們看過我的影片 那 他說你講一句 你講一句 你跟教會講一句 你不支持同性戀 不支持 你不用說反對 你講我層言不支持同性戀 那OK的了 其實教會不會追究你的 但我講不出口 我講不出口 我覺得是 不一定是我弱是lesbian 不一定要我是 一個變性人 我才要這樣 所謂有這種堅持 那 變性人更加不用說 他們覺得變性人 是瘋狂 變態 直接是蝕足了神 因為他們會覺得你去做手術 去變成另一個性別 他已經不會理你之後的性取向 總之他不會當你是一個人 這樣看待 我覺得 基本上 教會的人 他們怎麼會改變呢 直到他們的小朋友 他們發覺他們是同性戀 他們的龍門就會搬到另一道 就會開始接受到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會去批評教會 為什麼對同性戀會這麼強硬 因為這些例子我也見過 後來可能一對家長 他的小朋友去了青春期的時候 然後 發覺原來他是 真的不喜歡異性 喜歡同性的時候 他們的父母又會出來 抗議 教會應該要怎麼接受我 接受我們家 各樣東西 但當相安蒙視 我又直 他又直 他又直 全部人都是直 他們就會窗口一致對外 總之 基本上 都沒有辦法接受到同性戀 這件事 香港是 我覺得都很嚴重 真的跟外國相比的話 你不要以為 外國雖然是基督教的人更多 但香港那個 他們已經是 與他們是否是爺爛的事 根本他們就是不會接受 甚至我聽過一些 沒有宗教的人跟我說 他們說 我不介意別人的 我不介意別人的 但我不會接受到自己 將來的小朋友 如果他是的 我不會承認他 我會跟他斷著父子 或者父女關係 跟我說這番話的男生 都是三十頭 意味著 其實這件事 都未必跟宗教有關 純粹他們那個人 接受不了這件事 還有 可能 我們 這些中國人的思維 根本是 真的很閉塞 你自己不是那件事 你們就不會被這件事發生 但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話 更加更加 你是會用宗教這件事去 辯解 很多理由出來 甚至去用宗教 裡面很多的 不知條文 經文 道理 去攻擊同性戀 所以我剛才說的 我說 根本是沒有可能 可以 我有新之年 是會看到 香港的 同性戀 婚姻合法化 還有 我覺得更加 沒有可能 我會看到 一些人很順利 一些既婚 可以收養到小朋友 在香港 我想暫時也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我十幾年前看過一段影片 我現在是儲存在電腦 我一直都沒有延遲 那就是 一個男生 他是孤兒 給了兩個父母 即是雞的父母 收養了兩個父母 他就沒有媽媽 他就唱了一首歌 然後就在台上 在電視上表演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